嘉义县今天从白天到晚间接连发生两起火警 白天民雄乡一间铁皮屋发生火警 无人伤亡 晚间近六点消防局又获报 六角乡六斗村六斗围有间炸猪油工厂火警 消防局出动多辆消防车面火 火厂十一层楼专造铁皮建筑物 做炸猪油用途 索性人员及时掏出火市在晚间六点多扑灭 消防局说六角乡热尖炸猪油工厂 燃烧面积约450平方公尺 无人员受伤受困 火警原因见识调查中 消防队员今天从白天到晚间 为火警疲于奔命 中午民雄乡福新村牛愁西附近民宅 发生大火 数公里以外就可看见浓烟密布 七火点为一楼民宅 二楼以上搭建铁皮屋 火势很大 性消防队及时扑灭 晚间又有六角乡火警 消防局说 进入冬天枯雪期 嘉义很久未降雨 天干雾燥 又直岁末年中 工厂忙生产出货 呼吁民众在家注意用电安全 检视电器插头线路 营业场所及工厂经营者 更要小心使用生产机具电器设备 晚间嘉义线六角乡六斗村六斗尾有件炸猪油 炸猪油工厂火警 消防局出动多量消防车面火火厂 是一层楼砖造铁皮建 主物索性人员及时掏出图消防局提供分享 晚间嘉义线六角乡六斗村六斗尾有件炸猪油 工厂火警消防局出动多量消防车面火火厂 是一层楼砖造铁皮建 主物索性人员及时掏出图消防局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 escalation 转发 打突击